在遥远的北方,从冰冻的大海的彼端,他们跟随着战乱的乌云而来 十一世纪,法兰克王国的领土此处正在爆发战乱 攻城一方的大量士兵只能通过一座小桥进行攻击 但由于只有这一条路径,所以在狭窄的小桥上明显是十分的拥堵 而这也使得防守一方占尽地利 他们只需要在高高的围墙上搭攻射箭就行 而桥上的士兵们之所以一个个举顿不要命地向前冲 就是为了掩护后方的破门锤 但是只撞击一次后,首方所有的攻守全部站了起来 在队长的指挥下分成两队交互射击 这一番轮射即便是举顿也是损失惨重 最终攻城一方的队长左眼中间大喊撤退,暂时撤退 而首方的攻守们则一个个欢呼雀跃 他们的队长在大声鼓舞大家士气的同时 也指挥众人立即收集弓箭 以及女人们负责照顾伤患 并鼓励大家马上就要下大雪 那样的话,他们就必须撤退 所以大家再忍一忍 只要同心协力一定能守得住 而这里,这处回收弓箭的镜头很生动啊 那位队长呢,他还在顾舞士气,由于后方有狐,所以大家只要顾手陆地一侧就行 而高处一群人看完了整场战斗 对话得知,攻击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们这是法兰克族之间的纷争 进攻方大概八百多人,而首方则更少 其中一人嘲讽道,这些人都是笨蛋 竟然只会从正面进攻 随后,询问身后的人 假如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阿歇拉特 而这位阿歇拉特并不怎么在意这个问题 他一直在审视这座城战 尤其是里面的教堂,更是有一股子土财主的感觉 所以里头财宝应该不少吧 听他的意思,他是愿意帮助进攻方 一是对大家有利,还有就是不需要那些微薄的报酬 他的目标是将宝盒撬开,拿光里面的财宝 所以他向后喊道,托尔芬,该你上场了 身后,一个人整理着形状 最显眼的是他的武器,竟是两把匕首 当他走出人群后,我们才发现 在一群壮汉中身材矮小的他 还是个稚嫩的孩子 对于托尔芬,阿歇拉特要求他下去和进攻方的老大传话 而自己的口语如下 你打的仗实在是惨不忍睹,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因此,本兵团将要支援你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也一定会带领你们获得胜利的 而报酬就是攻陷要塞后的战利品 我们要一半 进攻时间就是明天早上 然后他对托尔芬说 这些说完之后,你就留在他们军营中监视战况 听懂了的话,就赶紧出发吧 然而,托尔芬并没有行动 在阿歇拉特的催促下 他提出,你需要答应自己一件事 阿歇拉特一点不在意的说 事成之后分你三枚金币 自己向战神发誓 但托尔芬脸色阴沉的说 谁要拿东西 你很清楚自己想要说些什么 他果然知道 然后一脸稀谑的说 好恐怖啊,那只是闹着玩罢了 随后脸一沉回复道 小鬼,那一样的话 需要你拿个人头回来才行 二人,这也算是心照不宣吧 得到答案后的托尔芬上路了 手下人则很好奇 为何要派这个口气这么大的小子去交涉 阿歇拉特则表示 战败的士兵们是最心服气躁的 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交涉前 将对方的使者给杀了 而这个小鬼呢 反正是捡来的 就算被杀,也是无所谓的 军营前,几个士兵操着法语询问 小鬼,你是谁 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托尔芬回答自己是使者的同时 也在询问,有没有人会说北欧语 但很明显,眼前这三人都不会 军营里是一群伤病,死人 以及搜刮尸体,且十分暴躁的士兵们 而托尔芬眼前的这三名守卫 由于语言不通 觉得这小鬼可能是个间谍 准备动手抓人 可是伸手的那个,直接手指被掰断了 随后被反制,士兵的惨叫引来了众人的侧目 而托尔芬则大喊自己是使者 这里难道就没有人会用北欧语吗 骚浪过后,托尔芬见到了对方的首领 一个正在大快朵移的大脑袋的家后 他对于这群佣兵想要一半的战利品的要求很不屑 凭什么你们自信满满啊 来自北方的小鬼 听到北方这个词汇,所有人都惊了 这个小鬼竟然是北方之民 托尔芬则一脸鄙视地对他们说 就连小鬼都知道针对正门进攻 只会让士兵去送死 守城的人不多 他们的人都集中在正门陆地这一块 所以湖畔的那一边守卫会很薄弱 到时可以在那里趁虚而入 但是白天的那位受伤的队长反驳道 这一点谁都想到了 假如可行的话怎么还会这么辛苦 只能说啊,不愧是满足,目光短浅 那个湖根本无法行船 流到湖里的河川越往上游越湍流 而且还有瀑布 我们的船到了下游一英里左右就没辙了 所以才没能从湖上发动进攻 托尔芬听完翻译后也不想废话 一脸不在乎地说 你们不接受吗 那样的话 阿希拉特就带着这一百多人去和城里人联手了 听完翻译后 除了大头外 其余的人都急了 而面对架在脖子上的武器 他依旧是面无表情 因为你们就算杀了自己 结果也是一样的 假如自己不打信号 告知交涉成立 他们依旧会成为你们的敌人 漫条斯里的喝完杯子里的美酒后 大头很不愤的哼了一声 他同意了 但也提出要留下托尔芬 因为假如你的话有半点虚假 到时就砍了你的脑袋 而假如是真的的话 自己将以耶稣基督之名 双方军分战利品 既然交涉成功 托尔芬提出 请将短剑还回来 因为那是自己父亲的遗物 一会儿他开始大弓射箭 发出信号 而帐篷里大头享受着侍女的按摩 而对于队长的疑问 他的解释则是 看那个小鬼的眼睛不像是在骗人 应该真的有一百多诺曼的战士 虽然只有一百人 但这时候自己可不想与他们为敌 而且一旦他们加入 还可以降低我军的伤亡 但说到战利品时 给大头来了个特写 一半开什么玩笑 他们只是北方来的隐瞒人 所以对于异教徒不异 天主也是不会计较的 而前边托尔芬这儿 已经射出了四箭 药塞里的守军看得是清清楚楚 巡视的队长虽然怀疑那是暗号 是在联络另一支军队 但作为防守一方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提高警惕 警防明天有变 同样看到3D高信号的 还有高处的阿歇拉特种人 既然对方会在日出前突击 那么自己这一方也要加快速度了 要赶在月亮升起前通过那个山顶才行 而镜头给到了湖上游河川的瀑布 一队人马在岸边驻扎 因为他们是要保护在这里的船只 他们本来打算从湖面进攻的 结果被瀑布所阻拦 大部分人对于守在这儿不能参战 是毫无怨言 只有极个别的想要上战场 因为这个家伙的梦想是当个骑士 而且他还非常鄙视自己从小的朋友的那种 胆小鬼的心态 还反问他 你那么不喜欢打仗 干嘛还要跟着自己 而胖子手上分派着食物 嘴里却说 自己是担心你 而这话被朋友所鄙视 因为他自己从小在村子里打架就是最强的 正当他要继续吹去自己时 其他人看着山上发出了阵阵的议论 因为在那山顶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好像是龙 看清楚后 所有人都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不会吧 早上日出之时 部队开始集结 八百人分兵种摆好阵型 而大头则睡眼朦胧 打着哈欠听着手下的报告 昨晚负责看守船只的士兵汇报 山上竟然有龙 他们全都看见了 身后的队长觉得 这可能是凶兆 但大头觉得很搞笑 还说自己也想看看龙 但是在那之前 他看向了一旁的小鬼 太阳升起了 你的同伴们好像没来啊 而托尔芬依旧是臭着脸对翻译说 别管了 下令突击吧 死胖子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看来即便是有语言障碍 一个胖子也能感觉到别人在骂自己是胖子呀 但现在是箭在弦上 也不得不发 在他下令突袭命令的同时也撂下狠话 小鬼 你的头看来要当做今晚的余性节目了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士兵们再次开始冲击要塞大门 而对方也搭弓射箭开始防守 战斗的声音传出去很远 这让听到声音的阿希拉特有些着急 在森林中狂奔的他提醒住位 咱们已经迟到了 加把劲啊 战场在挡着大家呢 要塞前 对方开始倾倒热水 投掷石块 可以说攻守双方死伤惨重 无论哪一方都已经杀红了眼 大头在后方督战 一旁的托尔芬则看向身后 森林中开始出现大批被惊气的飞鸟 这说明他们来了 随即询问身旁的翻译 对方的首领是哪一个 当得知城墙上那个头盔上有羽毛的家伙后 他动了 他急速地冲下山坡 冲向战场 一旁的大头则觉得自己被骗了 他这是想要逃 所以立即下令杀了他 但已经晚了 因为那个小鬼的速度惊人 转瞬间已经冲进了人群里 而前方的战场上 进攻一方显示惨重 甚至首方的士兵都开始嘲笑他们 进攻是毫无新意 只会一再地进行无谓的突击 看来他们现在是毫无对策 真是高估了他们 但身旁的这位队长 却是若有所思 战场后方的大头此时已是怒不可遏 小鬼跑掉了 要再没攻下来 佣兵也没出现 这支军队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难道都是稻草人吗 一个个的别以为下雪了就可以回家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拿下要塞 但让大头更愤怒的是 这军家后竟然一个个无视自己 一个个的东张西望 当听到手下们解释说 有奇怪的声音时 他更气的是大骂 那是战场上的声音 然而士兵再次解释 不是的 那声音现在是越来越近 不信你听 当大头安静下来慢慢地倾听后 果然声音是越来越近 而来源竟在他的身后 吓得大头抱着自己的守卫队长 哇哇大叫 而冲出来的竟然是船 一百多人竟然扛着三条船翻山越岭 来到了战场上 这番离奇的操作 将要塞里的守军都吓破了胆 尤其是那个唯一的 站在船头上的那个男人 大头及其手下们 也是傻傻地看着这几条船 快速地加入战场 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 并开始狂喜 原来这就是友军啊 他大声下令 去通知士兵们不要慌张 这是友军 随即兴奋的他大叫太好了 形势开始逆转了 到这时他也不再有所保留 下令全军突击 今天是要攻下要散 很快长船下水 众人上船后快速坐好 并伸出船桨 而鼓手也开始击鼓 阿歇拉特呢 则在船手下令 全速潜进 并许诺最先抵达的船只 奖上加倍 由于城寨上的士兵们 将注意力放到了湖面的船之上 所以他们并没有察觉 托尔芬的动作 因为湖上的那三条船 速度实在是太快 他们的意图也很明确 要去相反的方向 偏偏内力并没有安排人手 所以他们要被夹击了 关键时刻 他们的队长站了出来 他先是安抚下众人慌乱 因为那不过是三条船而已 随即下令 又一巴士人去码头 阻止他们登陆 其余人死守城门 船上 阿歇拉特看着毫无防备的湖面 是大笑 对方实在是太大意了吧 不仅不设防 这里还是绝佳的浅滩 就差说欢迎二字了 但就在他刚刚说完 要一鼓缩气冲上去时 竟然有弓箭来袭 他自己虽然用箭挡开 但身后众人 即便是举盾防御 还是被击碎了盾牌 甚至有人被一箭射穿了脑袋 看来对方用的是石弓 而且看样子数量还不少 这么说的话 接下来应该会有伤亡了吧 这里解释一下 石弓实际上就是弩 城寨上的弓弩手们接到命令 装填完毕后立即射击 不要在乎箭 因为此时 在他们登陆前 就是最好的重创他们的机会 但谁都没想到 托尔坟竟然冒了出来 大家尤为震惊的是 一个小孩子突然出现 并杀了一个人 当一个士兵抽出长剑 开始攻击时 一个回合竟然被近身的 托尔坟砍掉手指 他快速地将一把匕首 叼在嘴里 空出的一只手 抓住了空中的那把剑 其余的人眼见这个小鬼 十分的厉害 纷纷停止射击 抽剑自保 而这也让船上举顿的众人 十分好奇 攻击停止了 难道他们没弓箭了吗 阿歇拉特应该是知道 发生了什么 但他并没有解释 而是在鼓舞士气 既然机会来了 接下来准备登陆吧 而城寨上的托尔坟 则在人群中快速地前冲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头颅飞骑掉下了护城河 士兵们大呼队长 而托尔坟也将目光看向了那颗头 所以在其他人大叫着为队长报仇时 他从那高高的城寨上 跳进了护城河里 不得不说这个小鬼胆子真大呀 而此时三条船已经来到了岸边 在阿歇拉特的指挥下 所有人手持战俘开始登陆 现场的战况基本上是一面倒 阿歇拉特在战场上如闲庭若步 并对大家说敌人只是少数 他们都在守着大门没时间过来支援的 所以大家尽情地杀吧 这时身后一人被冷箭击中 但即便是这样 他依旧觉得反抗很薄弱 看着对面屋顶上的两个弓手 他伸伸手 一旁的人立刻递上了一把斧头 他随手丢出去后 只见对面二人同时倒地 这一手属实厉害 身后有人狗腿般的鼓掌称赞 但没容他来几句自我表扬时 出现了一大队的人马 难道那群人连大门都没搞定吗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 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将这些人摆平 否则一会儿到时间之后 连玩都没得玩了 前方正门前 破门锤开始发力 里面的人死死地抵住大门 并大声求援 就要挡不住了 弓箭手呢 身后的人则解释 人都跑去后面船只那边了 直到现在都没回来 正说着 人飞了起来 大门被攻破 外面的人一拥而入 但也有人提醒 应该还有二百多守卫士兵 大家继续前进 然而 当他们跑过拐角后 前方一人来了个急刹车 面对身后被撞得伤疼的人的质问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这眼前就是他刹车停住的原因 那些北方之民太可怕了 大门外 大头一如既往的抬头狂笑 因为在英明神武的自己的带领之下 区区一座要塞算什么呀 独眼的队长报告 要塞的守备队队长战死 据说是被一个小鬼给砍了头 而大头立刻意识到 是那个小鬼 独眼接着说 据说那个小鬼是拿了两把刀杀进去的 很少见的大头陷入沉思 这北方之民果然不容小覷 就连一个小鬼都那么厉害 这群野蛮人 要是就这么放他们走 早晚有一天 会成为我等法兰克贵族 甚至是国王陛下的敌人 随即 想到他们是横渡了那座山过来的 那么回去时 他们应该也会扛着船 再次经过山顶 到时咱们就在那设埋伏 他们回去时船上还有这战利品 行动一定会变慢 那群家伙一旦到了陆地上 就和婴儿般毫无抵抗能力 到时那战利品全是自己的 说到这儿 他再次咧嘴大笑 因为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 但马下的独眼却说 从刚才开始就没见到那些北方之民呢 这时有人匆匆来报 藏宝库 这是大头此时的表情 而这里之前是被称为藏宝库的地方 甚至不光是这里 就连药塞里的大户人家和教会 都被洗劫一空 凡是值钱的东西 都被抢走了 大头此时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 而独眼也忍不住地佩服这群人 也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 这时外边有人高呼 向法兰克族的长官报告 大头冲出去后发现 声音是从湖上的长船上传来的 是一身珠光宝气的阿谢拉特 他信守了自己的约定 胜利也属于战利品 这一半就分给你 而宝丧算是另一半 自己就毫不客气地全带走了 而且还说 自己已经很谦虚了 毕竟整个要塞都是你们的了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嘲讽啊 偏偏手下来报 停在岸边的船 全部被破坏 无奈独眼队长只能要求快马 去通知瀑布的守军 而大头则再一次张开大嘴 他咒骂这群蛮子 是海盗 是小偷 是禽兽骗子乡巴佬 但阿谢拉特却来个侧耳心听 抱歉 自己可听不懂法兰克语啊 在阿谢拉特安排人手 收起这些宝藏时 手下回报 托尔芬还没回来呢 但他并没有怎么在意 只是觉得有些可惜了 应该死了吧 但很快又说 这样也好 因为分道的财宝又变多了 然而正在他下令立即开船 马上离开时 水面下一颗人头被扔了上来 砸得财宝死散 是刚刚大家嘴里的托尔芬 这小鬼真耐草 不仅没受伤 还在这冰冷的河水里待了那么久 但他并没有在意众人的调侃 只是冷冷地看向阿谢拉特 自己做到了出发前的要求 一颗手机 随后他不顾得自己现在被冻得直哆嗦 通过呼吸调整状态 他要阿谢拉特不要反悔 因为那是你答应的 随即抽出武器 冰岛战士托尔兹之子托尔芬 用自己父亲的剑向阿谢拉特决斗 因为你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而对方 沃拉夫之子阿谢拉特 以自己祖先阿图瑞斯之名 接下托尔芬的挑战 二人就这样开始对峙 一旁所有的人哑雀无声 就在气氛正浓 生死大战准备开始时 岸边的大头 气急败坏地下定攻守射击 而阿谢拉特则戏谑地说 别管什么决斗了 先逃命要紧呢 随即下令 所有人快点滑 不然对方就会将这条河封锁了 而此时 瀑布这边的守军 昨晚那个一直叫嚣着自己 打架很厉害 想要上战场做骑士的家伙 躲在树丛里是瑟瑟发抖 其他人也一样 他们围坐一团 惊恐地讨论着 昨晚出现的龙 他有獠牙 还对着月亮吼叫 大家昨晚竟在龙气息的山上过夜 要怎么办啊 突然一个人因为惊吓 开始哇哇大叫 原来一只乌鸦而已 这场乌龙闹得实在是难看 所以这家伙大骂 其他人都是胆小鬼 并强词镇定地说 一两条龙算什么 自己的剑照样 可以将他的头砍下 并叫嚣到 龙在哪 出来啊 但同伴提醒他 别叫了 你没听到什么吗 只见瀑布上 一条龙形的船手出现 但众人早已被吓破了胆 他们将他当成了恶龙 不得不说 这群北方之人实属生亡 再怎么说 这也是条瀑布啊 三条船就这么地顺流而下 船手的阿谢拉特大笑 并嘲讽着这群法兰克人 他们这次算是满载而归 在西元七百年代的末期开始的 大约三百年间 北欧存在着一只 驾驶着龙头船只的民族 他们来到西欧诸国 例如俄罗斯 北非 希腊 土耳其 以及中东地区 他们出现在各地 并发动战争 在抢夺之后 就会快速离开 法兰克语称他们为 北方之民 英国人称呼他们为 丹麦人 拜占庭帝国 则称呼他们为 俄罗斯 而后来 人们统称他们为 维京人 行了 故事内容就先到这吧 滨海战绩 也就是海盗战绩的 鼎鼎大明 就不用我国度废话了 毕竟这可是 与王者天下 浪克行 捞烟勇士 并称为四大青年们 吐个藏 是不是应该 还有个monster 毕竟 说是四大 但是有五个 这是必须的吧 说回正题 相信大部分观众 都是因为 剑锋 认识的我 和我的频道 但这部作品 它与剑锋 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剑锋漫画 有个特点 或者说 不应该叫特点吧 应该叫缺点 就是画风很暗 不是剧情上 所谓的黑暗 而是板面 它就是发暗 再加上很多人 可能当年看的 都是港版 这里呢 我为大家放一张对比图 一个港版 一个台版 这是不是很明显啊 再加上 当初大家看的 可能是那种 多少集合一的 那种合定本 它质量更是 糊的一批 观感就可想而知 而且剑锋的文系 十分的多 这就需要文字来支撑 所以就是像我 这种风格 每一二分镜 都进行分切 再给大家放大解读 大家就会觉得 很合胃口 但是滨海它不一样 大家发现了吗 它无论是画风 还是分镜 都很亮 给人的第一感觉 先是整齐 然后是清晰 黑白分明 大家一眼就能看清楚 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可以说是观感极佳 而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问一下大家 是希望我之后的内容 一如见风一般 每个分镜都细致的分切 还是说 不用像这一期这样 这么的啰嗦 一些不重要的情节 一带而过 毕竟大家现在都是 是一眼能看明白的 这里呢我就是希望大家说一下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看看哪里需要进行调整 毕竟不同的作品风格不同 虽然大家都十分喜欢建峰 但我不可能每部作品都依照建峰的风格来进行解说 毕竟漫画界只有一部建峰 还有就是音乐 这部作品我的理解还没有那么深刻 而且还有就是有些我觉得可能合适 但是还需要考虑一下版权的问题 所以它的调整 就是关于音乐的调整 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能想到的就先这些吧 我之前不是说嘛 做自媒体最大的乐趣就是 能让自己感觉到每天都在进步 而动力呢就是你们的反馈 所以有什么建议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好了本期就先到这吧 谢谢朋友们能看到最后听我道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